老超 我感觉这个浮飘啊 如果背景不是很干净啊 像那个的话 这里竹子有空的有暗的 有亮的有暗的 像这个浮飘就看不清楚 是吧? 我感觉看不太清楚 这个背景它乱 浮飘的话有时候会丢到这个空档里面 有时候呢 又会在这个阴的地方 所以看浮飘呢 再加上又有一些反光 不太好看 我感觉如果说是纯亮的 或者纯暗的倒也还好 就怕这种亮暗交割的地方 这种很难看飘 其实对于阴天飘 对于阴天使用的话 像这种有倒影的地方 有一种就是专门针对阴天 这个浮飘 飘尾颜色 现在市面上看的 比较少的 我这个是垫子表 其实它就是一个 纯绿的 对 整个就是一个绿色的 然后它的每一幕 这个中间的间隔呢 相对来说也会宽一点 这样看上去就是比较熄木 但是就是说 它我们在做吊的时候 你如果吊高木的时候 或者说再远一点的情况下 中间的这个黑线呢 就看不太出来了 你就会出现一个 做吊的时候一个挫折 就是有时候下去一木两木 你都看不清楚 就像这样一个情况 那如果吊两木会不好一点 吊一木或者两木 对 吊个一木两木的话 这样你就会好很多 就比较清晰一点 就是不要吊得太高 这种浮漂 那么你说像这种是适合阴天 对阴天 就光线不太好的时候 对光线不好 包括就是水里面有倒影的这种情况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种阴天表 那么现在市面上呢 就是出现了两种 比较常见的 飘味颜色的浮漂 那么它就是一个 红绿相间的 看出这个是有点 橙色跟黄色 对 应该说这个橙黄 这个是嫩绿 对 然后这个的话是 有点红色的偏 对 偏红色跟偏那个 这个应该是要 纯色的绿色 对绿色稍微要深一点 比那个要深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两种飘味颜色 在不同的环境下 怎么去使用 那么像水质比较清澈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种橙色的 就够了 就比较醒目了 水质比较清澈 尤其是像水库 干净的水浴 大水面 对 用这种橙色的就够了 那么像水质浑浊的情况下 因为浑浊 它的颜色会接近这个 接近这个橙色 所以就不太好看了 那么我们就是要选择这种 绿 红绿相间的 红绿尾的 对 红绿尾的 这种呢 就会比较醒目一点 这个是水质颜色 嗯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阳光啊 就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晴天跟阴天了 嗯 阳光比较强烈的情况下 其实如果说你这个 用这个橙色的啊 嗯 你对着太阳掉的话 阳光照过来的话 也看不太清楚 会通透啊 对 那个透光性比较好 对 整个就看上去就是 呃 好像似乎引的 已经引行到这个阳光里面去了 嗯 看不太清楚 就是对着太阳 太阳掉 晴天对着太阳掉的时候 嗯 还是要选这个 这个红色的 嗯 那么背着太阳呢 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嗯 那么看这个 橙黄色的就够了 嗯 这个是太阳大 那么阴天呢 阴天咱们使用的呢 就是说 相对来说 它的光线会暗一点 嗯 会暗一点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红绿的 嗯 红绿的它这个 两个颜色对撞 会比较细目一点 啊 这个是阴天用红绿色的 我感觉啊 嗯 好像似乎 我就见到的那个颜色的话 嗯 像橙色的啊 嗯 橙黄尾的话 较大鱼的那个飘算会比较多 然后像那个 像这个啊 嗯 红绿的 它那比方说小的小鲫鱼飘 嗯 会比较多一点 橙红绿色啊 因为它这个颜色相对来说 会比较醒目一点 嗯 那飘味细了也没关系 对 能够看清 对 看小一点 比较近一点啊 或者说飘味小一点 都比较好看一点 嗯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在做吊的时候啊 嗯 经常会碰到有倒影的时候 对 有倒影 那么有倒影的地方呢 咱们在抛干的时候啊 就是你在 选吊位的时候 首先你就可以看了 嗯 尽量就是不要去选择那种 又有亮白色的 又有阴暗的地方 嗯 这个时候你的浮飘就是 抛下去就是很晃眼睛 嗯 很难看清楚 你现在选的是 我说你就是要看啊 嗯 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暗的地方啊 对 对对对 就是说 如果说是这片亮的亮暗结合的地方 就不太好了 因为这个亮的 这块亮的地方呢 它刚好是 就是对面的那个天上的这个 这个反的这个白光出来 嗯 就不太好看了 嗯 那么在阴暗的地方 就是说有树阴的地方 咱们选的还是这种绿色红色 嗯 它相对来说呢 它的对撞颜色 两个颜色对撞 你还是比较醒目一点 好我们看一下啊 感觉一下 就这么高 背景如果说是那个黑色的地方的话 嗯 的确啊 感觉红 红绿尾的感觉更清晰一些啊 嗯 亮的地方的话 感觉都差不多 两个差不多 对 嗯 第四个呢 就是咱们在做吊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风浪 有波浪 嗯 那就是说 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这种绿色跟这种红色的 嗯 会好一点 嗯 因为它这个橙黄色呢 它两个颜色比较接近 嗯 有时候你下了个一目半目的 你看得不太清楚 嗯 我感觉其实 如果大波浪到还好一点 嗯 就怕那种那个小风啊 把那个水面上吹起 一层层皱折那种地方 对 那个是最难看的时候 然后就是说 它那个 波光淋淋的 它还会反 反射这个天上的这个白色 嗯 然后就更看不清楚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种相对的说 比较醒目一点的 嗯 会好一点 那这样吧 大家买的时候 如果购买浮飘的时候 其实两种颜色到时候 可以多倍一点 对 就是说咱们在买浮飘的时候呢 就是说不要单独的去买一个颜色 嗯 你可以买一个绿色啊 或者买一个橙黄色啊 嗯 这样来挑选 就是你应对不同的水质 不同的天气 嗯 包括不同的环境 嗯 就是另外就是这个浮飘啊 关于这个浮飘的飘行的选择啊 嗯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 有相关的视频 大家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添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老曹 飘行可能更重要一些哈 对 可以看一下 这个浮飘的飘行呢 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也是很关键 它关系到你的耳料的雾化时间 还有这个行程啊等等 嗯 翻身时间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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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